各位好,我是胡婉玲,欢迎收看台湾演绎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产生第五代领导团队 其中习近平接下了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 越居中国第五代领导人 习近平是谁,在中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但他是什么样的人,更让中国以外的世界好奇 习近平的父亲是中国开国元勋,习仲勋 因此习近平被归为太子党 但他的成长过程和多数的太子党不同 少年时期历经过不少的波折 让他被认为曾深入中国底层的贫困 而后来在福建、浙江二十多年的工作经历 也让他扎实地参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过程 也是中国历任领导人当中最接近台湾的意味 这期台湾演绎,我们汇整了各方的资料 尤其加入了台湾学界和台商的观点 为您介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 很快的逼退蒋介石 在中国大陆一统政权 毛泽东为了统一军权 让地方军队直立中央 1952年8月,毛泽东调动五大军政委员会要员进京 长期主持西北党政军工作 当时是西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的习仲勋 从陕西来到北京 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此时,习仲勋的太太齐欣已经怀了第三胎 他就是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 习仲勋与齐欣总共生了四个孩子 老大乔乔 老二安安都是女儿 在习仲勋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时 为避免女儿引人注意 乔乔跟安安都改从母姓 老三习近平 1953年6月1日代生 最小的儿子习远平 小习近平两岁 习仲勋与齐欣结婚前 曾有过一段婚姻 他与陕西瓦瑶堡市委 父女部干部郝明珠 另外生了两女一男 习仲勋出身贫瘠的陕西 加上家里孩子多 对孩子的教育就是简朴 像包括习勋 就是老习近平的妈妈 那他们其实都是从三北来到过来 那三北以前穷到什么程度 他有时候连那个 什么 我们常讲以前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什么吃树皮啊什么的 三北窑洞其实有段时间也是这样 他其实上面很多东西 用完他也不可能丢 台湾找鞋的情况也是这样 比如说这个妹妹穿姐姐剩下的衣服 那当时北京的情况更是这样 两个姐姐鞋子不能穿了 衣服不能穿了 把它染一染 红色染成蓝色 然后鞋子也是染个色 那这种情况在那时候 他们家就出现过 齐仲勋入京后 生活重用 1959年周恩来担任国务院总理时 齐仲勋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 成为周恩来得力助手 但中共高层权力路线斗争 从中共建国之后纷扰不断 1962年习近平九岁 齐仲勋因为一本书写 陕北共军根据地创建人刘志丹的小说 意外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首脑 第二年就是有一个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以后就是 毛泽东和刘少奇开始的分歧 所以就开始讲阶级斗争 那一讲阶级斗争 到处造阶级斗争 农村有阶级斗争 文化部门有阶级斗争 然后就清插 当时中宣部 中宣部有清插有什么电影 有画什么黑画黑电影 黑小说 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人告照 说刘志丹这本书是有问题的 康生是搞意识形态 他一看一喝就 就是小说翻党了 但是刘志丹这本书实际上 没什么问题 他就这个小说 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故事 习仲勋审阅过小说刘志丹 因而被冠上反党集团负责人 隔离审查 1965年习仲勋52岁 被带到洛阳矿山机械厂 名义上虽然是担任副厂长 但实际上却是接受劳动改造 这一别七年 当时习近平才十二岁 1966年 毛泽东利用夫人江青为首的文人 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习仲勋的太太齐心 因为不愿于被扣上反党罪名的先生 划清界限 遭到批斗 十三岁的习近平不仅当不成红卫兵 还成为老子反动而混蛋的黑帮子弟 他那时候因为身份不好 那当时你如果说假如后边的话 他好歹你要是什么 以前大陆怎么说 就是少年先锋队 那66年的时候 当时所有小匪中匪其实都停克了 他当时就是被迫停克的那个时间 就是初一初二那段时间 当时初一初二还有高中一年级二年级 这些被停克了 后来大陆就叫做老三界 在毛主席最新指示鼓舞下 全国展开了一个上山下乡的大动员 因为文革造成经济下滑 当时的中共政府无法处理就业问题 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下乡到边疆去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在北京遭受批斗的习家 亲人早就分离 母亲齐心被下放河南劳动 1969年快满16岁的习近平 为了离开北京避风头 也响应知青下乡 他先是报名到父亲的出生地 陕西赴平县希望投靠亲戚 没想到亲戚因为政治压力大 不敢收留他 习近平只好转到习仲勋 曾经战斗过的延安 最后被分配到 延川县文安邑公社梁家河大队 山北黄土高原土地贫瘠 即使种植小麦高粱收成也不好 习近平当年到梁家河 居住的是山北到处可见的窑洞 往山坡挖洞就是住所 睡在炕上还得应付臭虫 狮子 当年居住了窑洞 至今还保留当初的样貌 居住环境简陋 只能满足拉撒税的基本需求 习近平到了农村以后 一个村子里面如果有十户的人家 大概有九户人家都是在外面讨饭 白天出去讨饭吃饱就回家 所以在那个地方的话 可以说我们讲三月不知肉味 当地的农民叫做肥正月 就是农历 寿二月半生不死三四月 也就是说大半年的时间 当地的中国农民是处在一个饥饿的状态 刚刚去的时候当然就是生活非常苦 那么他也受不了这个苦 所以他有一段时间就跑回了北京 后来因为经过了他的姨父的劝导 说这个要成为一个做 为国家为人民做大事的人 一定要进入群众 接近群众 依靠群众 回到梁家河的习近平 调整自己 逐渐接受适应当地困惑的生活 在当地很长一段时间 习近平在基建队劳动 基建队主要任务是打坝 也就是整地 他就要把河流 其实是小小的水渠 要把它堵起来 筑个小水坝 以方便于农民的灌溉 可是你要知道在西北高原地区 冬天的时候河都结冰了 所以你要筑坝之前 你是要把冰给敲碎 把冰给敲碎之后 你还把冰给捞起来 所以那个时候他带了几个村民 就在那个河上面观望了半天 没有一个人敢下去 因为天气太寒冷了 可是他就自己把裤盖一拉起来 就直接跳下去 我做他就是做是为是干 做什么都清清可可 在村里都带头 是带头左右 做什么都苦在面前 他都吃苦在头里 干在头里 他就是做是为的 解决灌溉缺水问题 梁家河当地也缺电 知道早气可以发电 习近平自己去考察盖早气池 现在梁家河当地依旧可以看到 习近平盖的陕西第一口早气池 对那当时他就是到延安去 他也是从那个梁家河村到延安市 一百多公里 坐旅车 然后转火车 转那个公路公车 那到延安 很不容易啊 去考察去了解 他自己私下去了解 一个年轻人 不仅盖了早气池 解决当地发电问题 受过初中教育的习近平住宿的窑洞 也逐渐成为村子的中心 每天晚上老老少少 络绎不绝 到他那听讲城市里的故事 因为这段历史呢 对他自己来说呢 是一个特别有影响的一段历史 所以他说是知道了 什么是人民穷众 怎样去尊重人民穷众 什么要是自求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领导 所应该具备的一种 一种基本的一种东西 但是在穷山恶水中 要混出前程 习近平知道 唯一的路就是入党做官 但是父亲被打成反党的背景 让他屡屡递出加入 共产党的申请书 就被打回票 经过了十次的申请入党 九次被驳回 最后一次 还是用央求的 跑到了他在 他的父亲在洛阳劳动的 劳改的地方 要他开一张就是土证明 什么土证明呢 就是我的父亲 并没有从事反党的活动 而是纯粹是被康生所诬陷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经过当时的县委书记的这种保证 所以他才最后才申请 成为一个党员 所以我想在中共党里 历经十次的申请入党 才入党的 而今天成为中国未来的国家主席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验 1973年 习近平被批准加入共产党 这一年冬天 他被提拔为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 这是到延安下乡劳动支亲中的第一人 他要跟农民从事政治教育的时候 要拿他父亲受到了整肃批判的这些黑材料 来教育他的农民 那么你就可以想想看说一个做儿子 要教导他的群众去学习有关于他父亲的 反党的这些黑材料 我想对一个做儿子的内心的这种冲击 那种难堪 情何以堪的那种局面 我想这是可以被想象的 1974年12月 因为刘志丹案猛受斗争阴影的习家 终于拨云见日 毛泽东指示 案子审查已久不必再拖 建议宣布释放免于追究 齐仲勋在隔年1975年的春天 被安排到河南洛阳疗养生息 已22岁一直没有放弃看书进修的习近平 这一年的夏天获得上大学的机会 严川县委推荐习近平 以工农民学员的身份进入清华大学 1975年10月7日 习近平离开梁家河这一天 村民依依不舍 还有人陪他走了一天一夜 隔天一起拍了这张照片留念 上头书写着 习近平入学留念 坐在正中央的就是习近平 夏天的过程中 他等于是跟这一般的这种农民 真正的贴切的跟这些农民去相处 所以我觉得他会对于农民的生活 农民他的需求 或者说基层的老板这种需求 会有更深刻的体验 那这个也是比如说 像薄熙来来讲 相对于薄熙来 虽然他们都是太子党 但是薄熙来可能不会有这种感受 从1969年习近平15岁 被发放到陕北黄土地劳动 直到22岁才离开 七年多艰苦的下乡生活 成为这位中共第五代接班人 特有的印记 随着习仲勋重回北京的权力核心 习近平在父亲的拉拔之下 清华大学刚毕业 就进入了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 学习军务 接着又从台商众多的福建历练起 充分参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过程 在私人感情方面 外界熟知习近平的现任妻子 彭丽媛 因为彭丽媛才貌双全 是中国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 官拜解放军少将 早年的知名度更胜习近平 但外界鲜少知道的是 习近平跟彭丽媛结婚之前 还有过另外一段婚姻 她的前妻 是前中国驻英国大使 柯华的小女儿柯玲玲 但这两个人的生活习性相差甚远 只维持了两三年的婚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9月9日 中国一带强人毛泽东去世 随着四人帮垮台 文革也宣告结束 1978年2月 中国政协第五届第一次会议 选举邓小平为全国政协主席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 因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协助平反 留置担案 得以重回北京政治核心 这一年当选全国政协常委 隔年1979年夏天 27岁的习近平从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 随即进入中央军委办公厅 担任军委秘书长耿标的秘书 那一般的人大概是没有办法 去担任这个耿标的秘书 那一定所以就这个人脉关系 他父亲的这个人脉关系 是一定会有影响的 习近平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 就是进入军方高层身边学习 也建立他在军中的人脉 而他的父亲习仲勋 则是南下担任广东省委秘书记 他一到广东去就看见那个 深圳那个地方 那些老百姓都逃亡了 这些老百姓逃亡是因为生活没有办法 可当时要抓住的话 就把它都关起来 那习仲勋就跟老百姓讲 这不是你们的错误 这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 让你们那么穷 在邓小平跟当时的 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支持下 习仲勋在广东大刀祸府 进行经济改革 为了吸引外资 深圳特区也在他任内成立 但1982年 儿子习近平却反而从中央调到偏远的河北镇定县 担任县委副书记 当时耿标出了一些事情 要这个只资辈的年轻人离开 那出了什么事 有可能是1984年中英签订有关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有记者问到他 说香港在英国统治下也都很不错 他说回归的话可以不用驻军吗 那当时耿标只是脱口说 这个我看可以不要驻军 那讲那么一句话 但是传到邓小舟 他说这是中国的领土 怎么能说服驻军 他有一种说法 这个也没有经过证实的 这个说法是说 当时我们知道在1980年代初 还是到81年代的时间 他跟一个外交官 驻英大使柯华的女儿 当时结婚 那据说结婚以后 隔壁常听到他们吵来吵去 两个夫妻感觉非常不好 习近平从清华大学毕业后 就在父母安排下 跟父亲过去的部下 当时中国驻英国大使 柯华的小女儿柯玲玲结婚 在回机解密美国外交电报中 引述一名跟习近平 亲近的教授谈话 他说习近平的太太 是个优雅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但这对夫妻几乎每天吵架 最后因为柯玲玲要去英国 而习近平拒绝一同前往 因而结束婚姻 直到2011年2月 国讯新闻网曾引用一张 来自深圳朝商会的独家照片 九十几岁的柯华 在三个女儿陪同下 到朝商会参观 这名长髮女子 推测就是习近平的前妻柯玲玲 1982年习近平婚姻触交 选择从中央下放到河北镇定县 担任县委副书记 当时贫穷的镇定县 希望借由旅游业发展 1983年恰逢中央电视台筹拍大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 习近平透过关系将剧组拉到镇定 同时砸钱新建《红楼梦》中的荣国府 作为实景拍摄地 荣国府访明清宫殿建筑 占地两万两千平方公尺 房间就有212间 建筑气派古色古香 成为当地观光的著名景点 但即使努力推动镇定县观光 当时习近平还是难以大展身手 当地会觉得说 你一个太子党过来干什么 河北省的官员 镇定县的地方官员 都是给他穿小鞋 受到中央重用的习仲勋 为了儿子的仕途决定在发挥影响力 将他调离已经呆了三年的镇定县 通降到厦门担任副市长 此时在福建主政的 就是跟习仲勋有私交的省委书记向远 有将近17年的时间 都是在所谓的福建在进行历练 那由于他自己父亲本身也担任过广东省的第一书记 因此广东跟福建的关系又是非常的密切 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的过程当中 可以很清清楚楚的 父亲是准备历练他 1980年代 中国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旗帜下 经济快速发展 但政治改革的压力接踵而来 主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胡耀邦 跟只愿意进行经济改革的邓小平路线分歧 邓小平要罢助胡耀邦 习仲勋却选择站在胡耀邦这一边 当胡耀邦在1987年1月16日 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 习仲勋也在邓小平为主的权力核心中 被边缘化 北京政坛震荡 远在厦门的习近平 则进入另一个人生阶段 单身几年之后 他经由友人安排 跟当时已经在中国 宏厚半边天的军礼歌手 彭丽媛相亲 1984年 22岁的彭丽媛 首次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登台 美丽大方的外表 再加上亲力的歌声 迅速累积广大歌迷 彭丽媛1962年出生在山东省运县 父亲是当地的文化馆长 母亲则是馆内的剧团演员 家学渊博的培植下 14岁时进入山东省民族音乐专门学校 18岁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之后进入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 是中国第一位民族声乐硕士 1986年 34岁的习近平跟25岁的彭丽媛相亲时 担心习近平因为外貌接近他 彭丽媛还故意扮丑测试习近平 他当时认识的时候 不是还穿了一个大眉裤吗 女生很少会愿意穿 那种大眉裤就说整个人身材都变形了 彭丽媛担心说是因为 因为他是一个歌唱家 是知名度 这个男生喜欢他 但没想到这一会面 习近平的谈吐吸引彭丽媛 五位父亲习仲勋 在中央政局的震荡不安 两人迅速在1987年结婚 只是婚后的习近平跟彭丽媛 巨少离多 彭丽媛依旧继续他的军旅歌唱生涯 毕竟彭丽媛本身是一个全国致命的一个歌唱演员 那歌唱家这块的话是等于是他又隶属于军队 所以军队的命令也没有办法违背 所以他到哪里去都必须要服从 要配合 那其实彭丽媛自己接受访问也提到说 习近平也很忙 然而紧接着因为父亲习仲勋在中央遭冷落 影响力不足 1988年习近平遭当时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 兼组织部长的贾庆林 穷教富裕的厦门调往福建较为贫穷 资源也较少的宁德 只是习近平并不受挫 到了那里反而展现后来难得见到的改革魄力 当地的干部非法地占用农民的土地 盖了干部的宿舍 他在整理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有一点犹豫 他就问他的幕僚说 这个干部这个绽放这个事情 我如果是处理的话 这些干部们会不会不高兴 干部们讲说 那当然是干部会不高兴 那可是如果我不处理的话 那么群众会不会不高兴 他的幕僚回答是说 群众当然更不高兴 所以他说好吧 我们就好好的整肃这件事情 我们要做群众高兴的事情 多年后重返命德 回忆当时被发配闽东滨江史的落后 对照后来的繁华 习近平百感交集 这个核电建设啊 这是个新的增长点 当时想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这个项目呢 对这个闽东来讲 意义重大 是闽东历史上投资最大的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的建成呢 对闽东经济的起飞 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在这里呢 我是感到很欣慰就在这里 看到了闽东今后啊 后来居上全面发展的一个气体 因为习近平在宁德只待了两年 1990年 北京的政治斗争趋缓 就被改调到较为复数的福州 担任市委书记 这次调动 奠定习近平在福建政坛崛起的基础 也成为未来职工中央权力核心的跳板 一连串的波动 让习近平与彭丽媛的独生女习明泽 直到婚后第六年 1992年才出生 而且无论两人 各自在政坛跟艺术圈如何发展 都不轻易让女儿习明泽 在媒体面前曝光 直到十多年后 习近平成为第五代接班人后 习明泽的动向开始受到关注 2008年 中国汶川大地震 彭丽媛到灾区 为烙协助救灾的解放军 他当时曾不经意透露 女儿也来协助灾民 对 我女儿那个 她不满十六岁 她一定要来这个灾区 后来我问她在哪 就在德阳 就是汉旺东西小学的 这个幸存的学生 她在做心理辅导 但她已经回去了 她回去以后我就来了 她就是跟孩子们一起玩 跟他们交朋友 她就说 她说这个四川的孩子 四川的同学太好了 他们人太好了 我说他们哭嘛 想妈妈妈 那想 但是他们太好了 我以后我想到四川来生活 我说可以 等你长大以后 我说你多跟他们交朋友 留点电话 如果他们有困难的时候 就帮助他们 这是彭丽媛首度在媒体面前 谈论自己的独生女 习明泽再度出现在媒体 则是2010年 《华盛顿邮报》这篇报道 18岁的习明泽 已经在该年 用化名进入哈佛大学就读 相对于习近平 在中国政坛的波动 他的太太彭丽媛 在军方的发展则平顺多了 央视春晚到2007年为止 总共播出近25次 彭丽媛就创下出场 20次的最高纪录 直到习近平在2007年 中共十七大 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确立接班人的角色后 彭丽媛才开始淡出表演舞台 2012年5月 彭丽媛更官拜少将 并当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 其实他在接班之前 他还是采取非常低调的政策 除非非常地必要的话 他很少带他的夫人在正式的场合出现 这也许是他觉得 也算是他一个比较低调作风的一种表现吧 中国官场即位女性张扬 从邓小平已降的国家领导人 另一半都甚少露面 在习近平成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后 其日在舞台上展露明星魅力的彭丽媛 恐怕也将隐居在另一半巨大的身影下 中共在十八大完成权力交班 习近平接下中共总书记一职 2013年春天接任国家主席 中国进入习近平李克强主导的习礼体制时代 习近平在福建浙江总共二十多年 和台商接触频繁 被视为最支台的中国领导人 他能够在权力斗争激烈的 共产党内部爬升 除了地方的政绩 来自上海帮的支持 功不可没 习近平平常作风是很低调的 但必要的时候 也会语经四座 展现强硬的一面 继续第三单元 我们来看习近平如何篡声 走进权力核心 2010年9月 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 习近平来到冠杰电子福清厂视察 冠杰电子在福建是指标性台资企业 厂区占地四十万平方公尺 年产值超过四十亿美元 是习近平在1990年时 担任福州市委书记引进的台资企业 习近平一看到冠杰电子董事长林文静 总裁宣建生热烈寒暄 除此之外 1995年 玉龙集团在福州亲口 设立东南汽车厂区 升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 陆立亲为协助 也因此跟董事长严凯泰建立交情 跟习近平熟视的台商 还包括春宝乌钢董事长廖万龙 亚洲最大家具制造厂 台生国际集团董事长郭山辉 还有台速王家 他倒没有太挑说 一定要找很大的企业 因为目前我需要再一次 他只是对不同行业的台商 都有接触 像乌钢厦门那个乌钢厂 其实他们去那个时候 都不是很大的企业 那当然现在他们都发展成一个 比较有规模的企业 其实那时候去他们很小 就是他都会注意他们的发展 是他们什么需求 从1985年担任厦门市委常委 1999年出任福建代省长 隔年福政 2002年接浙江省委书记 直到2007年离开到上海 习近平在台商前进中国投资 平凡的时期 在福建跟浙江历练超过22年 不仅跟台商建立交情 习近平招商隐私积极 浙江省站在他主政时 立主接轨上海 创造出口规模占全国第四位 境外投资企业数 居全国第一的成绩 浙江经验成为他 政治运势攀升的前兆 我见他已经是这样的省委书记 那以这样一个位置 通常是自己比较强力表达自己的想法 他通常他是听得比较对 然后他自己讲的比较少 他讲的都是比较重点式的一些 所以他一点一点关加 地方建设出成绩 接着就是逐步进入北京决策圈 2002年中共第十六届一中全会 中共决策核心政治局常委会 签选习近平担任中央委员 成为政治新星 对胡锦涛熟悉的接班人选 当时的河南省长李克强 在中国十五大 比习近平早一步成为中央委员 直到2006年 一场上海帮与胡锦涛温家宝的权力斗争 意外让习近平的官运亦飞重天 2006年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 在北京开会时被中央纪律委员带走 理由是陈良宇非法挪用社会保险基金等 堪忽重罪 陈良宇是上海帮的少帅 幕后领袖却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 这场上海帮与胡温的斗争 陈良宇最后已入狱作结 取而代之的是跟上海帮 还有胡锦涛的共青团 都能保持等据的习近平 习近平他从涉江省省委书记 调代上海市当市委书记 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的关键的转折 这个转折也注定了 他相较于其他的一些同一辈的领导人 取得更好的机遇 从习近平这一道的开始 可以很清楚看到 未来要想成为中国重要的领导阶层 一定要经历过所谓的 省市委书记一把手的历练 而且省市委书记一把手 一定不是只是单一个省市 一定是至少两个跨省市以上的 2007年3月习近平接任上海市委书记 也奠定他进入中共权力核心的基础 因为从江泽民引降 历任上海市委书记 几乎后来都进入中共决策核心 中央政治局常入委员会 习近平跟江的关系 最主要当然跟习近平 在当上海市委书记的这一段是有关的 听说他也是做得很历数很周到 还包括怎么样 原来他到了上海市之后 上海市的干部就说 好 这个书记的官邸已经准备好了 也都整修过了 他去看了一看的时候 发现这个局他觉得太豪华了 可能超过他这个层级里面 有规定的那个格局 他就说他不用 这个给老干部 有时候休息什么样子的用 所以他的做法是一样 所以我想他对于江泽民这个部分 他一定是照顾会比较周到的 以胡锦涛为首的 中共第十六届政治局常委中 包括吴邦国 贾沁林 黄菊 曾庆红 李长春 九席中有五席就是上海帮 2007年中共召开十七大前 要决定第五代领导人 习近平有来自江泽民的上海帮支持 成为关键 在2007年的时候 中共它采取了一个做法 叫做对于新任政治局委员 预备人选的推荐 民主推荐 把中央委员 候补委员 大概四百多人 还有一些老干部 找来开一个党政领导 领导干部的大会 就在那个民主推荐的过程当中 习近平的票 得到的支持度是超过了李克强 在上海帮支持胡锦涛也接受的状况下 习近平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进入权力核心 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排名在李克强之前 这一位之差 确定习近平站在离胡锦涛最近的接班人位置 2008年习近平接任国家副主席 两年后2010年10月 习近平接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开始接手解放军事务后 第五代接班人地位更巩固 承袭胡锦涛的接班模式 十七大后的习近平 被分派处理熟悉国家政务 也安排出访友邦 2012年2月习近平访美 美国总统欧巴马 已经以元首规格接待 相较于胡锦涛的严肃 习近平在各种场合 总是面带微笑 个性低调了他 看似平易近人 但牵涉到中国人权等问题 也让外界一窥习近平性格强硬的一面 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 对我们的事情指头划脚 中国一步输出革命 二步输出饥饿和贫困 三步去折腾你们 还有什么好说的 习近平先生他的个性当中里面 有一种就是 你若敬酒不喝 那就只好喝罚酒了 有一点点这样的个性 他有时候是非常坦率的 他在许多国际场合 听到了对于中国 一些非常不礼貌的 而且没有客观事实 一些取控的时候 他是当场的变态 习近平等七位十八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热烈的掌声中 中共第十八届一中全会 习近平接下党的领导 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 胡锦涛裸推 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一并交出 2013年春天 习近平在接下国家主席 党政军三位一体 中国进入习近平领导的时代 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 党内存在着许多 期待解决的问题 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 发生的贪污腐败 脱离群众 形势主义 官僚主义等问题 必须下大气力解决 全党必须警醒起来 打铁还需自身硬啊 可以预期 彻查贪污腐败 缩小贫富差距 美中关系 甚至党内政治改革 都将是它的施政重点 中国站在改革的十四路口 习近平正担起中国转型 崛起的历史负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